5G被動原件大廠國巨擴大加碼投資高雄 新建高雄大發三場 並宣布動工成為國巨生產的重鎮 也是將高階技術發展跟流高雄 不過這一次之所以會選在高雄買地設廠 市長陳其邁說 從二零一八年就立邀國巨來投資了 希望讓高雄朝向科技城來邁進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產集下宣布高雄大發三場正式動工 被動原件大廠國巨持續擴建生產基地 這一次砸重本擴大加碼高雄設新廠 整個這個大發新廠完成以後 將會有六成的比重生產基地 被動物在我們台灣 看好高雄加碼投資 其實是市長陳其邁居中穿針一線 一八年就跟陳董事長 立邀到高雄投資 那光這個廠大概兩百億 創造一千八百個就業機會 所以總的在國巨公司在高雄 大概會有六千到七千人 以後的一些就業人口 那另外在橋頭科學園區 那陳董事長也預約了 大概兩萬五千坪 作為未來擴廠的一些需求 市長陳其邁施政願景中 提出了四大優先 包括產業轉型以及增加就業機會 隨著吸引國內外投資 廠商落地高雄 渴望加速邁向科技城的腳步 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華視新聞掃清抽險熊高雄報導